主要是想要改善沒有藥 大陸會症狀滿重 比較嚴重就對了 對 就是目前戴牙套已經戴了一個月的時間了 大概一個月 對 那您就是有感覺到 比較大的感受是什麼 前幾次就是 最開始嘴巴裡面 現在比較不會那麼乾 比較不會那麼乾 對 因為比以前 可能是因為大陸很嚴重 醒來 口腔非常乾 口可腔很重 膜藥問題有改善 口水變多 膜藥問題應該剛戴 剛戴晚上就有感覺 第一個晚上就有感覺了 非常快 目前的日間精神狀況的部分 跟以前比起來感覺如何 感覺比較好 因為之前會一直醒 晚上會一直醒來 幾乎每天 幾乎每天會醒來 之前會有群麻疹的問題 現在還有嗎 群麻疹那個 現在比較少了 直到那裡我感覺比較少 就是在戴牙套之前 因為磨牙的症狀比較嚴重 它是怎麼樣困擾你的 很久以前就開始 以前大學跟四流一起住 他們就會說 晚上那個發出聲音很長 但是我一開始也覺得沒有 因為你晚上自己也丟到 所以我會很在意 但是後來發現 去牙醫診所想要做矯正 就會發現 他3D全口掃描 磨洗之後 看到 牙齒都變成小殼 磨得蠻嚴重的 然後 牙醫師也說 牙齒的形狀 就是太短容易 所以很容易導致 整顆牙齒除掉 然後 臭神經 所以那時候才開始 想要 想辦法克制磨牙這樣 又 每天都一定會一直爽牙 但是還是 牙齒就是保住 以前磨牙的時候醒來 嘴巴 牙齒 牙齒很緊 然後 嘴部肌肉都很緊 就很痠 但是現在 醒來就 比較沒有 我也不知道 就是 應該是沒有 現在目前感覺 之前 孽餓關節 就是在吃硬物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 異常 這你可以稍微敘述一下嗎 孽餓關節 其實從很久以前 從 國中高中的時候 就 就是 一直在反覆拒絕的時候 牙齒就 欸 這個 交界處 就 突然間不是 症 大概要二三十分鐘 欸 自己好 只是就蠻困擾 但是後來想想可能就是 因為睡覺的時候 打入木牙造成的 那個壓力不正常 那後來又去 大醫院做 搖和伴 那搖和伴 那搖和伴 也帶了 一年半 一年 一年半左右 效果 怎麼樣呢 搖和伴 就是 他很硬 然後 他只能帶上牌的 所以 醒來感覺壓實 還是 睡覺的時候 感覺還是不能放鬆 就是 而且 因為他很硬 睡覺 不是很舒服 然後 醒來之後 就覺得還是很緊 只是 變成 從牙齒 摸牙齒 變牙齒 摸牙齒 就等於說 你長起來就會感覺 肌肉 嘴巴附近的肌肉 都還是緊繃的 對 而且 大概 隔第二軸開始 第三腹就可以 很好睡 每天 就是 從原本一直躲 一開始是躲夢 然後第二次是 帶著 但是 半夜又想要把它拿掉 所以 是沒有完整帶我 他大概第三腹的 第二軸開始 可以很正常的 睡著 就是 可以 帶上去 很習慣 然後身體也不會 感到不適 然後就可以睡到隔天的膝蓋 所以這個是 你進階版本之後才 感受到比較明顯的 一個變化這樣子 對 可是我覺得應該 越高的應該 效果也 越好 是 訓練強度是更高 然後這樣 空氣可能 更瘦一點 咬個半夜又比較硬 然後比較不舒服 其實更不舒服 就已經習慣了 那 帶這個就沒有什麼 太大 太大 不是 所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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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